我早上四点半我就起来了 我起来以后就是那个什么 反正早上夜的那时候不懂 在杭州开了九年出租车的赵师傅 每天凌晨提前两小时出车 就是为了躲避拥堵 在这个城市里 每天有两百多万辆机动车 九千多辆公交车 还有无法计数的非机动车 穿行鞋舰 从我们的专业的直觉来讲的话 到那么复杂的系统的话 它本来优化的一定不够好 堵车几乎已经成为 城市生活的一种日常 但幸运的是 城市里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也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它就是数据 视频监控记录下 每辆车的行驶状况 线圈记录下这些车辆的行驶速度和数量 强单成功 出租车司机每日用手机接单 运行轨迹都被保留下来 公交车上的刷卡机记录下 有多少人在什么时段乘坐了公共交通 当城市有数据的时候 实际上需要的就是 怎么来建立一个城市的大脑 让数据能够帮助城市来做思考 来做判断 杭州市政府牵头 联合了包括阿里云在内的13家企业 成立了城市数据大脑专项小组 政府的数据应该是大量的 它不仅掌握着政务方面的数据 而且还掌握着大量的社会数据 这个数据你沉淀在那边 它是没有价值的 只有把它开发出来才会有价值 城市大脑的第一步 就是尝试用数据和算法 来改善交通问题 路上的摄像头 每天都在不间断地记录数据 全程的5万多录视频 如果由交警三班岛的去看 需要15万个交警 通过算法 机器可以在短时间内 把这些视频都看完 数清楚有多少辆车 往哪个方向走了 碰巧我们自己的专场又在云计算上了 至少我们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但是有条件 至少来改善这个问题 阿里云自研的飞电系统 支撑了实时采集 快速读取这些数据 所需的无法想象的计算量 科学家还尝试挑战用数据来优化红绿灯配饰方案 希望他能实时计算出城市里8万多个路口 每一刻的交通状况 并在毫秒间做出决策 是拿数据来解决交通问题 但实际上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话来讲 其实涉及到图像识别的问题 涉及到人工智能的问题 涉及到视频处理的问题 涉及到云计算的问题 涉及到几乎你可以想到的 这个都会碰到了 9月 城市大脑在试心路初步试验 平均车速在某些路段提升了3%到5% 在部分路段有11%的提升 真正开始了 用大规模数据改善交通的探索 我理想到城市大脑就是说 一个城市可以为老百姓 可以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数据 都应该在这个大脑上 我们的各个企业 可以很好地利用好这部分公共资源 来创造出新的价值来 同样的政府也可以用好这些东西 来更好的服务和管理这个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 Ital研岩 介意 隐ajo心 的特惊 这个世界团队 看到能不能找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Bend